水源纳谷墙正式启用后 修林项明代表会主席洛彦宁表示 修林项明代表会全力支持各部落陆续来推动的纳谷墙政策 来实现一部落以纳谷墙 水源纳谷墙在三年前就经过部落会议的决议 通过智商权同意权了 而是历经随度保持的规划和申请执照等行政作业 终于在5号正式启用了 修林项明代表会主席洛彦宁表示 感谢部落专门共识 修林项明代表会全力支持 让第三座纳谷墙正式启用了 主席洛彦宁能够再安置最好的环境空间了 纳谷墙盖好之后真的很方便又干净 我们三战第一次扫墓的时候 一直在感谢我 感谢前面所付出的人说 主席我们好干净哦 你看这边这样子扫墓 好方便 用干净不用砍草 那所有的檳榔香烟在地上 还有的贴花贴在墙壁上 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干净 大家方便 未来我们的子孙 绝对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 每年都会上去扫墓 但是有那股墙了 很干净 也不用整理 直接来就可以扫墓 是不是很方便 所以 厢长我们要继续努力 不管是新的纳谷墙 新的纳谷塔 还有就是检谷 的费用 真的要赶快想办法 能够让全村在同一时间 赶快的去处理 县城们表示 他会极力争取 那股墙的未来经费 他是相当的肯定 我想针对这个 经费的部分 我想我也会建议他 未来他这个工 他有一个计划案 发动基金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在下一期 应该再多增加一些经费 让这些后续 需要做这个纳谷墙的 这些部落 能够继续的 为我们的后代子孙来着想 秀林下面的会主席 组织的原因表示 秀林乡目的部署情况 已经形势有念了 公所并且推动 纳谷墙的政策 让主线可以暗示到 最美好的环境 秀林下面的代表会 会率领着全体同论们 来全力支持这项政策 也成为全线的 示范最佳公墓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